一间充满日式风格的涮涮锅火锅店 吧台式座位的设计 采用日本重居式服务 新鲜食材搭配日式饮酒文化 将让你对日本锅物有不一样的新体验 我们访问到的是干杯黑毛屋的副董事长 高木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看到高木先生都知道 高木先生在我们全台湾 有一系列的烧肉餐厅 但现在他又开始跨足另外一项领域 那就是火锅料理的世界 基本上他就是希望把最棒的烧肉 还有火锅料理可以呈现给大家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在这个日本的文化风情当中 怎么样吃到好料理 那因为这次最主要这个火锅店呢 那我们的卖点是当然我们的食材当中 就牛还有猪还有鸡 那因为全部都是黑毛 而且你们的肉品呢 从上游直接运送到贵公司呢 基本上你们也都经过你们料理掌的 精心挑选最棒的食材给大家 对 当然是以食材方面来讲的话 那我们都没有加那个化学的 添加物 对 那牛肉这边的话 那就澳洲这边的河牛 对 那我们直接进口 对 那猪这边的话 宜兰 宜兰的黑毛猪 那黑毛猪 对 那另外一个鸡的话 那是在云里 土鸡 对 土鸡 对 那其他也是我们的 现在日籍的那个种料理掌 所有的菜色是全部就是大家自己 搭配 搭配的 对 挑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呢 是从这个前菜开始到 我们火锅料理呢 他们其实呢 都有了一些精心的这个搭配 比如说呢 在火锅料理的汤头的部分呢 其实它分为几项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常常知道的这个刷刷锅 对不对 然后呢 还包括了这个瘦洗锅 对 瘦洗锅 还有呢就是 什么是博多风水炊锅 这个是鸡 鸡汤 对 鸡汤 的汤底 对 汤底的锅子 所以非常的养生 而且还一对一的服务 对不对 对 那这次我们是比较强调的是 就在巴台式的一个店面 那我们的店员 是就在一对一的服务 那我们的很多的食材 其实是有剩序的 那从豆腐开始 那就是我们的菇类 那蔬菜还有肉片 对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呈现给我们的顾客 我看到你们的菜单上面 有好多这个日式的单点的这些商品 比如说有一个好奇特 我看到还有这个 马萨尔拉起司在里面 对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所以起司也可以这样 对 其实 OK 你可以摔一摔 也可以摔一摔 不要太久 因为会融化 OK 然后我看到你们还有麻吉 麻吉对 里面也有 对不对 还有日式豆皮 对 豆皮也是 这一次是我们的麻糊糊 也是像完完全全是日系的方式 对 来提供 那我们的店头的风格 对 我觉得你们的装房 也非常的日式风格 对 那也是就是日系的风格 对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传统的风格 对 然后也是在呈现当中 那所以从这样的关系 那我们的这次的甜点呢 也是因为我们刚好在我们公司里面 也有日系的甜点师傅 对 那由他就穿做一个 也是就是日式麻吉 对 然后那个抹茶冰淇淋 抹茶冰淇淋 对 对 而且摆盘也很漂亮 对 那就是日系风格 因为我们日本人 很喜欢就边吃饭边喝酒 边喝酒 那有这个文化 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是 对 那希望 我们牵着这个火锅店 也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文化 要带给台湾来 日本人不论吃什么都可以搭酒 火锅也不例外 藉由服务生从头帮你解释 饮料理到好的服务 让你掌握每个食材 最佳烹煮顺序及时间 掌握入口最佳时机 原来吃涮涮锅 也可以有帝王般的享受